这么一回事情 这个是今天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十善业道 这个点教我们的方法非常之好 你看看这些菩萨们 法身菩萨 妙思引尽 这些从哪里来的 这一切皆由修极善业福德而成 那么这个地方是菩提佛菩萨 他们的向好庄严 从十善里就修来的 再看看世界 是幽著天龙八步 中等 这个天龙八步 是天人 我们常讲的 玉界天 玉界有六层天 天 有三大类 有二十八层 为什么称玉界呢 玉是讲五玉 才四明十世 这五玉 这个五玉没有断干净了 叫玉界 而如果五玉 真的控制住 不起作用 确实不起这个念头了 他就不再玉界了 他到四玉界去了 这个天高了 四玉界里面 没有饮食男女 不需要饮食 他怎么活呢 靠什么活呢 用什么做营养呢 禅月为时 从禅定里面生的欢喜 就我们业余也所谓 人生 人逢喜四 今生爽 那个欢喜 是最殊胜的营养 如果你每一天生活在欢喜当中 世界天营养都可以不要了 色界天的时候 是发喜 他以这个来养生 所以他没有衰老 永远不会衰老 永远不会有病 那么玉界有六层 一层比一层不 对于这个五玉的观念 不 那佛在这个 经上告诉我们 四王天 陶利天 这个五玉跟人间一样 人间一样 比人间轻 没有人间这样的严重之处 好 好 谢谢大家